净土者十方诸佛皆来加持你 保证你成佛 不退阿尿多多三秒三不提 但是现在的人 我发觉问题在哪里 不相信 怀疑 念阿弥陀佛并没有把心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讲一句话 来 把心交给他 要不要 不要光交给男人 不可靠 交给爱情 交给金钱 交给地位 不可靠 这个是我们三宝弟子 归一叫归命 你要用生命去医治三宝 医治本师释迦牟尼佛 事实上十方诸佛都是 本师释迦牟尼佛心中所现 医及一切 不管你相信哪一尊 你相信观音菩萨 那你也相信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佛菩萨会视线成各种人类宗教的需要 因为佛菩萨慈悲 所以我说天主教等于佛教相不相信 佛教等于回教相不相信 这个叫空性 记住 我发觉很多人在研究理论对立 看不起别人 这个不是 我这个才最好 这个叫我慢的读 学佛是让我们谦虚 接受一切 无分别一切 而不是那么有对立 所以每次我走到哪里 他们都 海盗法师请问你哪一宗的 我都先问他你哪一宗 我哪一宗 那我跟你同宗 你哪一教 我跟你同教 为什么 因为我学的是空性 你是天主教 那我们一起来 来念玫瑰经 希望你们都见到圣母玛利亚 所以我不会排斥 所以我们昨天去玛利亚教堂 这边呢 我们念得很认真 七行圣母玛利亚 现前接引王魂 我们升天 还是带着他们去极乐世界 当然要认真 而且我们点灯 师父 那是玛利亚 你点灯 玛利亚也有佛性 台湾的妈祖是观音变的 西方的玛利亚也是观音菩萨 因为代表慈悲就对了 那你要度外国人 不变成玛利亚你度什么 所以你当然要变成跟他一样 这个叫空性 不执着 念一下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无分别像 离一切像 极见自己 极见诸佛 你看到你那一面 所以各位 来到澳洲 要好好做澳洲人 好不好 要好好地关心澳洲 因为澳洲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你关心澳洲就是在关心中国 你关心中国也是在关心美国 不能有对立 有对立 有对立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 因无所住 不能有对立 你就是我 所以 唯有佛法是救世界之光 众生和平 世界和平 夫妻和平 你自己不和平 夫妻也不和平 家庭革命 社会不安定 政治不安定 国家灾难 就来了 澳洲还是算 比较安定的一个地方 比较少这些大风灾 大水灾 为什么 因为人少 我们中国人人太多 烦恼也多 贪城市也多 杀的也多 所以各位 那你要把澳洲的心 回向给中国 好不好 更要回向给美国 更要回向给地狱 所以 为了帮助对方 你必须安定 儿子生病了 你平静 然后跟他念念观音菩萨 或是安慰他 这样就好了 老公 赌麻将赌输了 安定 老公 你辛苦了 没钱 感情好就好 但是你要生气 你一生气他赌输了 回来还纵你 都是你害我的 万法违心照 因为你一交召 你一对立 他保证惨的 以后你知道 你老公在喝酒打麻将 你在家里 每一个钟头打电话 老婆回家 你要吃什么 真管用 我跟各位讲的是真理 这是我的存在的意义 什么事情我都不紧张 在天大的事情 没有问题 念佛吧 念观音菩萨 因为佛法无边 自己不能乱 我再讲一次 阳光这么强 透过一个平静的镜子 可以把这个光 你要照到地狱 就照到地狱 照到美国 就照到美国 了解吗 但是你的心一乱了 这个光照不出去 所以因无所住 禅代表平静的心 而且平静不是乱 平静又显现一切 了解吗 请问我们的摄影机 跟镜子 能不能显现一切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在镜子里面 拿东西镜子会破掉 你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 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 讲大声一点要承认 然后再问你 你白天所看到的 所摸到的是真的还假的 OK 开悟 假的 假的你就不要太在乎 气得半死 欲望要的要死 我要我要 何必呢 所以各位这个叫智慧 那你要皈依智慧 你皈依智慧 现在你起烦恼了 生气了 然后有压力 你要知道 我又离开真理了 了解吗 拉回来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来是来跟我们战役法师 什么研异法师 打打少林犬 运动 由外而内 由内而外 拜佛会可以 随便你 我认为唱圣歌 像我去意大利 梵蒂冈 他们唱圣歌 我一听太好了 我们维挪都没这么好听 因为他们那个离天最近 那个教堂就不用麦克风 哇 好好听啊 所以我要融入在这里面 我不会说 哎呀 他念的是 这些天主教的 这个跟我佛教没关系 那就是对立 知道解吗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你礼拜天 你走在路上 你会很快乐 因为那天不用上班 所以你会觉得花花草草 蛮漂亮的 但是你平常上班 赶着上班 路边的花花草草 你从来不想 你从来没有欣赏它的美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 念一下 活在当下 你要活在当下 生病 OK 生病正好修行 为什么会生病 这是我的业障 过去我吃肉吃太多 杀身太多 脾气不好的 会中风 那你要了解吗 压抑 然后那边念念批评了 会乳癌 会肺癌 贪欲很强的 会是糖尿病 三高 肾脏病叫贪 傲慢的人 膝盖不好 很喜欢做事压力很大 边做还边批评的 腰会断 我告诉你 你的心态一直在影响你的身心 记住喔 皮肤为什么早晚会养好色 洗完早开始养好色 什么问题都跟你自己的心态有关系 头为什么痛 想太多 心机太深 所以我想各位这些天台智者大师讲 佛陀会讲 你的烦恼 引导所做的一切 会造成你的现象 心清静的肉体清静 心清静的世界清静 心清静的众生清静 你要改变你儿子最好的方法 你想改变自己 记住喔 你这样他永远这样 你这样他就这样 你一直说你老公很会骂很会骂 我说你也很会骂 他本来不骂的 是因为你才骂 他对别人都不骂 他对 他就骂我 对别人很好 因为他看到你就知道一副欠骂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弄得一副那种令人讨厌 欠骂的样子 是你激起他骂你的 一切为寻找 所以心可以改变一切 你现在有慈悲心了 你就在改变世界 所以我想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每个人也要为世界的命运负责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禅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念佛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静静的 那世界就改变了 因为讲心一变 贪称吃鳗鱼 贪遭水病 贪心的人水的病 称心的人火病 鱼吃的人骨头病 无论如何 那心平静了 透过念佛 透过诵经 透过打坐 透过拜探都可以 你心清静了 身体自然会恢复 不然你吃了多少药都没有用 但是佛陀也跟我们讲了 一个人会生病有三种原因 各位一定很关心 腻下来 业障 第二个鬼神 第三个四大不调 所以当你生病 第一个要做的 跪下来 如果你能跪 诸佛菩萨加持我忏悔 因为我虐待我的身体 你这个身体造了一些恶业 比如说 你讲话 骂人 你就会咳嗽 声音不好听 所以 那你就要开始忏悔业障 所以我们有三昧水灿 大碑水灿 梁黄宝灿 忏悔记都可以 先忏悔 忏悔完以后 那个叫超度鬼神 就是冤心在主 感情不好的 一定有感情在主 你上辈子破坏别人的感情 那一个众生 现在才破坏你的感情 了解吗 什么叫感情在主 你的女儿 你一定要帮她超度感情在主 不然她去谈恋爱 会弄错对象 什么叫感情在主 这个男人对她好 这个男人会欺负她 感情在主 她就会推你去找她 了解吗 如果你有杀业在主 你这个人小小的病 这个杀业在主 会推向你去 让那个医生来帮你开刀 弄得你半死 因为他要让你死 所以杀业在主 会让你被开刀 得重病 感情在主 会让你感情很痛苦 金钱在主 会让你亏钱 被偷 被抢 被骗 口业在主 会让你人际关系很不好 那佛教讲有这个冤亲在主 所以各位要写牌位超度她 诵经超度她 所以在悲策 业障要忏悔 鬼神要超度 身心要调整 多运动 打坐 吃素 晒太阳 对不对 早一点睡 早一点起来 你可以调 但是如果你前面这两个不做 你宣布开刀 马上完蛋了 为什么 冤亲在主 他会转移的 鬼神会生气的 你马上事情更严重 你业障消除了 鬼神超度了 吃个维他命 睡个觉 感冒就好了 你业障没消除 鬼神没超度 感冒一个月 好不了 好了又又来了 什么叫债 要找你了 没有 那什么叫业障 人因为有烦恼 贪嗔痴傲慢 心态 这个烦恼 用你的深口意去造作 叫造业 就会产生每个人的业报 不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互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阳支委中心副支委官 陈宗苑 后来社区疫情风险相对稳定 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管理 一签收掘好到保护时 请他已经爱记得 第一 请保持适当下高鼓励 签收痴 请他记得先掘好嘴晚 第二 签收痴后 请他记得洗手 另外 自己买当准备完准备 还是孩子来签收 减着接触的机会 第二 减着期间 请不可以自己出面签收 不可以拜托亲家朋友 期待而已 请大家作为来建立 风亿安全忙碌 不向风亿新生活